中东启示录十四 国王的怪痞 二十世纪初的中东 除了麦加的穆哈默德后裔哈希姆家族 还有一个地方实力派 他就是埃及的士奇苏丹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 埃及就沦为了英国殖民地 但埃及人没有放弃反抗 1922年在法德伊史领导下 埃及正式脱离英国 建立埃及王国 1936年法卢克一世继承埃及王位 法卢克有三大爱好 好吃好色好投 前两个爱好不足为奇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 法卢克练就了一门高超的爬切技术 游走于各种舞会晚会行窃 偷盗技术出神入化 甚至顺走过丘吉尔的怀表 不过这位奇葩国王 没有摆脱悲剧式的结局 改变他命运的是 另外一个传奇人物 他叫纳塞尔 1952年纳塞尔带领自由军官组织 夺取埃及政权 第二年埃及共和国成立 1956年纳塞尔成为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纳塞尔上台不久 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这下动了英法两个老殖民者的奶酪 两国迅速和以色列结盟入侵埃及 英国法国以色列中任何一国的军事实力都能碾压埃及 但埃及人奋起抵抗 埃及的反侵略斗争 获得了多数国家的声援 刚刚与埃及建交的中国 还向埃及人援助了2000万瑞士法郎 美国苏联也一致反对英法义三国的侵略行为 甚至威胁出手 英法欺负弱国毫不含糊 但在美苏面前温顺的向之绵羊 只好灰溜溜的撤军 埃及虽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但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让饱受西方殖民的阿拉伯人看到了希望 纳塞尔也上升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纳塞尔本人强烈的反帝反风理念 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追捧 这其中就有日后非常出名的两位年轻人 他们就是萨达姆和卡扎菲 当然强烈的民族主义也是把双刃剑 纳塞尔主义不仅威胁到西方国家的中东利益 也伤害了沙特约旦伊拉克三国的王室 他们开始一起孤立埃及 然而饱受殖民之苦的叙利亚 坚定选择了纳塞尔阵线 1958年2月 埃及和叙利亚签署联合条约 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简称阿联 美英等西方势力当然不会允许 中东出现一个强大的阿拉伯联合国家 为了防止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阿联 美国直接派兵干涉黎巴嫩等国内政 最后也只有阿拉伯世界的穷亲戚也门 加入了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阿联 同年在美国的支持下 约旦和伊拉克两个哈西姆王国合并为阿拉伯联邦 来对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不过受到埃及的革命影响 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 伊拉克王国被伊拉克共和国取代 与此同时 约旦王室也危机中容 英美不得不出手干预 一度辉煌的哈西姆家族 最终只保住了约旦王国 埃及叙利亚野门组成的阿联 也没有持续太久 由于埃及人过于强势 三年后叙利亚和野门分别退出阿联 近代阿拉伯世界一直四分五裂 虽然英法美是罪魁祸首 但阿拉伯人内部不团结 也是根本原因 哈西姆家族 沙特家族 纳塞尔的埃及 都谋求过阿拉伯世界的统一 而至今还是一个未实现的梦想